这是韩国第一法师 擅长胯下司法 一瞬间 天降甘霖 浇灭了山火 气势如虹 截断了瀑布 水一挥洒 少飞了巨石 冲出地球 还差点吃灭了太阳 被揪的公主赶紧拿出望远镜 想看看是哪位高人在做法 而同样发现她的 还有同村的大妈 作为最快的穿梦工具 大妈一张嘴 全村的女人都知道了 天天晚上爬到枪头 看着踢剑的 他不仅能脚步离地 甚至还能旋转加速 稍微用力 就能让夜空 多了一颗闪亮的星 但在不久之前 他还是村里远近闻名的烟人 他和哥哥靠卖年糕未成 哥哥杂耍 招揽顾客 结果不小心 就把小枪给点着了 那哥哥非常有经验 立刻让他躺下 眼看火越烧越旺 大哥只能使出绝招 虽然弟弟没了 但小强还有哥哥呀 为了弟弟 哥哥什么都愿意做 知道弟弟有个喜欢的姑娘 他直接把他带回来家 并且宣布 明天就结婚 小强当时又懵了 这就变成嫂子了 结果第二天 村里来争兵了 男人都被抓走了 而小强 被当成女人留了下来 他成了大妈们茶余饭后的聊天话题 这让小强就非常自卑 这天他在山里就下一个老头 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了自己的烦恼 老头说 你救了我一命 我治好你 他让小强站在神像前 后退两步 再左走两步 前进两步 再右走两步 地下边 埋了一滩神酒 刚要喝 小强突然想起来 老头告诉他 只能喝一口 于是 刹那间 天空电闪雷鸣 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小强体内声道 村里的男人都去战场了 就剩下小强一个了 回家看到漂亮的嫂子 他难免有点口干舌燥 跑去河边想喝点水 结果 直接把河水喝干了 鱼都得跳起来骂他两句 小强这才意识到 老头给他喝的神酒 有效了 正巧 山里着了大火 他直接做法 一抛尿就给浇灭了 要不是收得及时 太阳估计也浇灭了 一瞬间 小强是个大法师的事 传遍了整个村 有人说 小强的法器有这么大 而亲眼目睹过的大妈说了 那只是冰山一角 从此以后 村里的女人都学会了跳舞 只要看到小强 就要给他表演一下 而且 他们还越穿越凉快 可能是夏天怕热吧 更疯狂的是 还有人想要绑架他 但好在他力气特别大 这帮人根本怎么过呢 村里的人越来越急 这时候大妈发话了 说你们的方法都不对 这事 气氛你得拿捏住 那一个老练的舵手 划船从来不用讲 全靠浪 小强彻底爆发了 强烈的震动 给村里人吓一跳 还以为是低震了呢 事后 村里人都来询问 大妈就说了 不愧是大法师啊 包子百病啊 村里人不信邪啊 排着长队 都想求他做法 那一个老太太出来后 直接坐地上了 说大妈撒谎了 何止包子百病 那简直是重获新生啊 当天晚上 小强给村里人都失了法 那有的主拐 当时就治好了 第二天一起床 院子里全是贡品 嫂子在隔壁停了一宿啊 看见他 直接把门关上了 小强拥有如此神通 就被皇宫里的人知道了 将军就问 法师用的法器有多大 公主说了 差不多这么大 将军高兴坏了 立刻派人给他抓了过来 原来 他们要和其他国家的人比武 只要在这场比赛胜利 被抓去当兵的哥哥就能放回来 对方派出了个黑老大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比谁更强壮 黑老大 承受了三根练球 轮到小强了 他咬着牙 也承受了三根 但平局 不能算胜利啊 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赢 公主直接拿出了根香蕉 知道你们不爱看 画面咱就不放了 反正小强看到后 直接挂了十一根练球 甚至还甩到了天上 毫无疑问 小强赢了 终于能等到哥哥回来了 这时候士兵带来了消息 说去晚了 那毕竟战争是残酷的 小强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回村之后 踏实闷闷不乐 偏偏这个时候 嫂子还病了 小强找来了医生 医生说 这病我治不了啊 我岁数大了 没那么大法力 实在没办法了 小强只能亲自治疗 那各位都是正人君子 那这段咱也不放了 第二天 嫂子的病就好了 精神焕发 能吃能喝的 而且小强去哪 他都跟着 村里人都开会了 那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啊 得想想办法啊 结果说着说着 突然就反胃了 而且好像带传染的 所有人都开始反胃了 这时候仗也打完了 全村的男人都回来了 那哥哥也回来了 原来他没有战死 只是断了条腿 但突然 嫂子晕倒了 小强急忙带他去找大夫 诊断结果就是 嫂子也反胃了 小强没脸面对大哥 正逢这年大汉 他自愿成为三神的祭品 而哥哥找不到家人 就问小强去哪了 举没举办婚礼呢 原来大哥把他带回来说结婚 实际是要给弟弟找媳妇 大家都误会了 另一边 小强要祭拜的三神 其实是一只母熊 那估计小强又要做法了 小强媳妇失魂落魄 不希望孩子没有了爸爸 那瞬间 怀孕的女人都开始求雨 那毕竟 都不希望孩子没爸爸 可能是感动了上场 天降甘霖 但小强 却没有再回来 不久之后 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们站在山崖边 祭奠自己的父亲 那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那真是缺什么就拍什么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那么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